不要再半夜游泳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璐 OK 今天呢 又要來拍都市傳說 對 沒有錯 OK 今天呢 我拍什麼都市傳說的 OK 雖然在前天呢 拍到了一點靈異事件 那個門自己關起來 我雖然是很害怕一下啦 但是不用緊 我還是要照樣坐著我的都市傳說 雖然發生了那麼恐怖的靈異事件 但是沒有關係 我會葬身恐懼的 OK 今天呢 要拍什麼都市傳說呢 今天都市傳說也就是 不要再半夜游泳 OK 有看我instagram的人都知道 我之前就買了一個充氣游泳池 好像是400多塊 好像是200多 300多塊的充氣游泳池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要去那個充氣游泳池游 然後看一下到底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我們廢話不多說 Let's go OK 各位 現在我已經在我家旁邊的花園了 你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講的充氣游泳池 然後我現在就要開始下去這個充氣游泳池游 然後聽講就是在半夜游泳的話 游泳池裡面會有東西 就是鬼 有可能會出現 把你拉下去 然後你就從此不見了啦 我是聽傳說是這樣子啦 但是不確定會不會真的有 然後今天我只是來嘗試看 看到底這個傳說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來幫你們驗證看看 然後看看有沒有東西或者還是沒有東西 OK 所以現在我就要去游泳池了 我跟你們講這個游泳池很冷 你知道為什麼那麼冷嗎 因為剛剛下過雨 剛剛下過雨 游泳池超冷 超冷 我不知道等一下我下去的時候 我的懶教會不會縮小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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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跟你們講,這個游泳池真的很冷 我跟你們講,這個游泳池很冷 我跟你們講,這個游泳池很冷 游泳池很冷 OK,各位,我剛剛在游泳池裡面待一段時間,然後也很冷很冷 然後目前是沒有發生什麼靈異時間 我只知道很冷很冷 我覺得我們再試多第二次吧 是游泳池 醬池 1 2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